云竹怎么养?用什么土种? 今天小编分享一下关于云竹的小知识 欢迎订阅、关注和分享 云竹是一种常见的观赏植物 其优雅的姿态和翠绿的叶色 深受人们的喜爱 养殖云竹并不难 只要掌握一些基本技巧 就可以让它茁壮成长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适宜的土壤 养殖云竹时 可以使用龙康辉、圆土、斧叶土 以1比2比2的比例 混合配置成营养土 这样的土壤质地松软 排水量好、透气性好 在保持土壤湿润的同时 也能够避免发生积水和缺氧的情况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土壤里 添加一些腐熟的饼肥、农家肥、复合肥等有机肥料 为云竹提供充足的养分 促进其生长发育 其次,修剪处理也是养殖云竹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云竹适宜在每年春季或秋季进行修剪 将植株长式较差的枯黄枝、纤细枝剪掉 可以促进云竹的分支 使其拥有更为繁茂的叶片和更加优美的姿态 剪之后,我们还可以向云竹的断口处 喷洒多菌磷或者高蒙酸甲溶液进行消毒 避免植株伤口腐烂变黑 第三,科学施肥也是养殖云竹的重要环节 云竹不耐农肥 如果施肥过于频繁 就会导致植株出现肥害现象 从而使得云竹烂根死亡 因此,我们应该采用薄肥禽湿的方法进行施肥 可以在云竹生长期每月追逝一次稀薄的液肥或者磷甲肥 这样既能够满足云竹的营养需求 又不会造成过度施肥的问题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一些养殖云竹的小技巧 云竹洗温暖 它的耐寒性较差 因此,在入冬前 需要将植株移到温度高于5度的室内 并且要保证环境通风透气 可以在中午的时候打开窗户 使室内空气流通 避免云竹感染病害 此外,在日常养护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及时清除落叶和杂草 保持土壤湿润 避免过度干燥 这样就能够让云竹健康茁壮地生长 总之 养殖云竹需要在土壤配置 修剪处理 科学施肥和注意事项等方面下功夫 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云竹茁壮成长 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多的美好 以上就是关于云竹的小知识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 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 谢谢